王亚乔经过调查 发现宋子文每周星期一到南京上班 星期六由南京返回上海 宋子文的私宅在法族界齐新路 有警卫人员 加上法族界有大批安南巡警 不亦逃脱 于是决定在地形复杂 人员混乱的上海北站下手 赐宋南京行动组负责人郑鲍珍 用大洋买通了财政部的一位 主管外汇的会计主任 此人每天都向宋子文汇报外汇行情 对宋的行踪很了解 当日下午 王亚乔突然接到郑鲍珍 从南京发来的加急电报 康叔与今晚由南京乘夜车来户 明晨准道 望迎悟悟 康叔不是别人 正是王亚乔给宋子文起的代号 经过一夜的紧张布置 天纲蒙蒙亮 行动队员从不同的方向进入预定地点 煞时间上海北站杀鸡四伏 七点整 从南京方向开来的蓝钢快车 隆隆驶进北站 当宋子文一行穿过长长的月台 经过车站东大楼 向出站口走去时 埋伏在大楼楼柱后面的狙击手 刘刚等人突然跃出 四五把枪从两侧同时向他们开火 走在前面的秘书猝不及防 当即中枪 只听见他啊的一声惨叫便倒了下来 其左肋 右腹 右臂等多处树伤 白色的西装满是鲜血 宋子文立即意识到自己是被设计的目标 他第一个动作是把在灰暗的车站里 十分显眼的白色硬壳太阳帽甩掉 然后拼命跑进人群 躲到一根柱子后面瑟瑟发抖 枪声四起 宋子文的卫兵也清醒过来 纷纷拔枪还击 子弹横飞 火星蹦践 整个车站大厅都弥漫在硝烟之中 混乱的乘客呼喊着拥挤着 拼命向战外逃命 一时间 秩序大乱 枪战持续了大约有数分钟 此时警笛声游远尔尽 大队警察赶来增援 宋子文在卫士和警察的保护下 快步登上三楼 脱离险境 华克之等不敢恋战 命令张玉华扔出烟幕弹 在白烟的掩护下 全体行动队员迅速撤离现场 事后 惊魂未定的宋子文对记者说 整整过了五分钟 车站的烟雾才消散 我的卫兵看见至少有四名刺客在开枪 人数也许还要多一些 当烟雾消散的时候 我发现通过并肩走的秘书的肚子 腹部和胳膊都中了枪弹 子弹是从侧面打进他的身体的 他的帽子和公文包 弹痕累累 我比他高很多 而未受伤害 数数不可思议啊 7月24日 上海滩各家报纸都报道了 宋子文被刺的消息 王亚乔的手下 误以为打死了宋子文 正在谈贯相庆之际 忽见报端看出宋子文被刺的消息 才知道物重负手 遂懊悔不已 王亚乔自嘲地说 我们已经尽了力 古人云千金之子 不死于盗贼 宋子文福大命大 没有办法 作为一个坚定的抗日派 宋子文不愿蒋介石 将财政收入用于内战 对蒋介石无止境地增加军费 他气愤地说 做财政部长 无意做蒋介石的狗 今后我要做人 不愿做狗了 蒋介石 猛打了宋子文一记耳光 宋子文拂袖而去 1931年 日本在我国东北 发动了918事变 蒋介石正忙于在江西搅供 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宋子文走的是英美路线 主张在远东抑制日本 和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的分歧 日渐明显 1932年1月28日 日军进犯上海渣北 第19路军奋起抵抗 作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宋子文 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 他明确向美英方面表示 中国将以全部军事力量 来抵抗日本的入侵 1933年初 日军占领山海关后 向热核进犯 时任军委会北平飞会代理会长的张学良 呼吁南京政府给予支援 宋子文以代理行政院院长的身份 前往北平 发表抗日演讲 他说 日本人最近运行卫国地图 把热核和东三省化成一个满洲国 叫做他们的生命线 这是什么话 人家的土地可以说成我的生命线吗 这是何等的欺负我们 这是我们何等的耻辱 宋子文还说 热核为中国完整一步 与苏越各省无异 热核被攻将同于南京被攻 如日军来攻 则将举全国之力量与其周旋 日本已占我东北 但任何进一步之进攻将予以抵抗 无人绝不放弃东北 无人绝不放弃热核 纵令敌方占领我首都 以绝无人肯做城下之盟也 同时宋子文还鼎力相助张学良 为筹集军饷 他召集平津银行界领袖开会 商议发行爱国公债两千万元 由平津银行界先垫付 宋子文对张学良说 汉清 这足够数位热核的军队三个月的费用了 张学良对此十分感激 两人接下很好的私教 宋子文还专程前往热核前线 鼓舞士气 对抗日将士说 政府无论如何困难 助为要的东西 子文必定筹划接洽 助为安心杀贼就好了 请助为放心 你们的牺牲是由全国做后盾的 你们打到天边 全国人已随你们到天边 你们打到海底 全国人已追随你们到海底 总之 我们全国人现在是生死同命 助为放心干好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 宋子文认为 中国的当务之急 是改变落后的经济和军事状况 途径是向国外大批借款 1933年4月 宋子文离开中国 开始长达四个月的欧美之行 公开了联合欧美 抵御日本的主张 并与美英各国政要 和财阀广泛接触 争取支持 此行最大的收获 是争取到了一笔美元 他与美国金融公司签订了 五千万美元的棉卖借款 这对国民政府是一个福音 8月12日 宋子文离开西雅图 呈美国杰弗逊总统号轮船返国 途中经过日本时 日本天皇曾非正式邀请宋子文 访问东京 商谈满洲国问题 但宋子文拒绝登案 也不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 他被舆论评论为 抵抗政策的代表人物 而日本方面 将其视为亲欧美 据日本的代名词 8月29日 宋子文乘坐的轮船回到了上海 夫人张乐仪和宋子良 宋子安乘装轮到吴松口迎接 当时天上有飞机护航 水面有军舰致敬 宋子文的轮船进入黄浦江 到达新关码头时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然而就在举国一片鲜花和赞扬声中 宋子文却与蒋介石之间 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冲突 回国不到两个月 也就是10月28日 宋子文意外的辞职了 事情的经过 还要从一记响亮的耳光说起 原来 这年的二月 宋子文与贫金银行界巨头 商界抗日军需 议定发行爱国公债时 明确表示 不再为内战 举戒心的内战 他郑重地对报界说 国难严重 到此地步 非五倍从容谈话之时 唯有剪阔一言 万局一万份成议 奉劝无全国各界 划出成见 团结一致 努力抗日 宋子文抗日的态度 与蒋介石的 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直接产生了矛盾 对坚持内战的蒋介石来说 无疑是南辕北辙 宋子文还对蒋介石 要求增加搅供的经费 采取了限制的态度 搞得蒋介石一肚子气 这两个人的个性都极强 蒋介石是独断专横 宋子文是放言无忌 正所谓一个槽上 拴不得两头教驴 在一起不是你踢 就是他要 搞不好 最令蒋介石感到窝火的是 与宋子文谈话时 难得用他的浦东穿沙画 只要宋美龄在场 就滔滔不绝地讲英语 他批阅的文件 要由秘书作英文摘要 批公式也要用英文 搞得蒋介石听不懂也看不懂 虚拟离不得宋美龄 由于宋子文不听使唤 蒋介石跟他要钱 他不是说要预算 就是要准备 没有痛快过一次 孔祥熙与宋子文也矛盾很深 一直想夺其位 宋子文前脚出国 孔祥熙后脚就向蒋介石建议 为筹集搅供经费 成立农民银行 并强令各银行向政府电款 共达六千万元 宋爱玲对蒋介石说 子文一向认为他比你高明 不大听话 你要用钱更不方便 我看不如找个机会将他换了 用个听话的 蒋介石心领神会 等宋子文回国后 南京政府每月赤字 已达到一千万元 搞得他大光起火 宋子文归来之时 正是丹桂飘香 螃蟹正肥的时节 一天中午 蒋介石特意请宋子文吃饭 宋子文远不想去 但想劝劝蒋介石 不要带头破坏自己制定的财经制度 还是应邀前往 屋宴极为丰盛 有宋子文喜欢的西餐 还有蒋介石家乡醇香的黄酒 西湖醋鱼和溜油的大闸蟹 蒋介石亲自给宋子文 蒸上家乡的黄酒 破例也给自己倒上一点 笑容可拘地说 子文兄 我们虽是亲戚 却难得在一起吃顿饭 今天我为你接风 叙叙旧 宋子文不嫌不淡地说 委员长有事就说 用不着客气 说完也端起了高脚杯 蒋介石听出话中有话 在这里没有什么委员长 你虽没有我大 但我还是应该叫你七兄 关起门是一家人吗 来干杯 宋子文端着酒杯 孤独一大口 一会儿脸也红了起来 话也多了 我出国四个月 委员长怎么向几大银行借款六千万元 蒋介石的脸色沉了下来 你嫌多 我还不够呢 现在脚供已到了关键时刻 你必须再拨两千万元 这就是你请我吃饭的原因吗 不要说两千万 两万都没有 宋子文脸色很难看 说着将手中的刀叉 往桌子上移放 蒋介石一听也急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现在每月的政府赤字 超过了一千万 我已经捉襟见肘 焦头烂额 我也不是神仙 给你变钱 你可以再发行供债吗 我在北平时 曾对暴戒发过誓 再也不会为内战发行债券 你限制我的军费 是想把我的军人饿死 是不愿我搅供胜利 国库已经负担不起 你还在拼命增加军费 我的财政部长干不了了 那免卖借款呢 蒋介石终于亮出底牌 免卖借款还没有到手 但我已经向美国人保证 是用作商业借贷 不会用于政治目的 宋子文解释说 我管不了许多 这笔钱必须用搅供经费 蒋介石命令说 不行 要从你自己去瞅 宋子文只觉得热血 往头顶上涌 将左手中的杯子重重一放 杯中的酒见识出来 有两滴飞溅到蒋介石的脸上 蒋介石不禁大怒 别以为你了不起 老子可以让你干 也可以让你滚蛋 宋子文大声嚷道 做财政部长 无疑是做你的狗 今后我要做人 不愿意做你狗了 娘戏屁 随着一声木骂 蒋介石祸地站起来 抬起手 啪一记响亮的耳光 打在宋子文的脸上 宋子文煞时间天旋地转 那张白胖的脸上 出现了五道血痕 当时就懵了 半赏捂着火辣辣的面甲 将椰在衣领中的餐巾 往蒋介石面前一扔 在蒋的面前 竖起右手的中指 用英语骂了一句 起身扭头怒气冲冲地走出去了 10月28日 宋子文宣布辞去财政部长 兼行政院副院长之职 当有记者问他突然辞职的原因 是不是有病时 宋子文傲慢地说 从来官启辞职 十有九人是称病 所以被外国人称为东亚病夫 我这个人很少生病 出国回来更是见朔如牛 说病实在不像 至于谈到原因 既然蒋委员长已准我辞职 我再说什么已经没有必要 而且我也不愿意谈 肥水不留外人田 孔湘西比宋子文 虽说能力差 但更听话 于是蒋介石权衡再三 财政部长这个肥缺 自然落到了孔湘西的头上 西安事变爆发后 宋子文胆势过人 冒险前往西安 对于和平解决事变 起了重要作用 张学良握着宋子文的手说 这下好了 我爸天捅了个大窟窿 你来帮我补上了 1936年12月12日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张扬两将军扣押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消息 传到了南京上海 在国民党内 引起一场大地震 蒋宋孔三大豪门 一戎戒戎 一损俱损 宋子文虽然与蒋介石有矛盾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却没有袖手旁观 他决定挺身而出 收拾残局 当宋子文赶到西魔路时 宋爱玲和孔湘西已经到场 宋美玲也从昏厥中醒来 泪眼泼嗦地抓住宋子文的手急切地问 天塌了 怎么办 宋子文安慰说 小妹 千万不要着急 从目前的情况看 戒时在西安不会发生危险 我们再想办法 孔湘西也在一旁说 目前子文 蒋夫人和我三个人掌握着中国的命运 我们要镇静下来 我先去南京 子文 你是经济界的顶梁柱 我委托你暂留上海照料金融方面的事物 12月14日 宋子文在上海对新闻界发表谈话 第一个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 何颖钦戴季涛主张调动军队讨伐张扬 派飞机轰炸西安 孔湘西提出异议 不要这样急 蒋介石生命要紧 急狠了 他就没有命了 戴季涛反驳道 孔院长 你这是外行话 这件事非采取主动 非用兵不可 宝泽很难挽救蒋介石的生命 因为张扬的生命并不在我们手中 说完 即向孔湘西恭恭敬敬地举了三个功 希望孔能同意他们的意见